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国会议员,各位高级公众代表,贵宾其他政要和我亲爱的印度同胞,在每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有 永垂不悄的时刻 有些日期,在律师的额头上,磕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今天2023年5月28日的这个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吉祥的时刻 印度在庆祝独立75周年的长盛节日 印度人民向他们的民主赠送了新的国会大厦 今天上午,在新的国会大厦举行了一场全信仰的祈祷 我为印度民族的这环境时刻向全体国民表示祝贺 朋友们,这不仅仅是一组建筑 他法律十四亿印度人的愿望和梦想 这是印度民族的寺庄 这是印度民族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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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全世界传递 印度民族的寺庙 印度坚定决心的信息 这座新的国会大厦 将成为连接计划与现实 正式与实施 意志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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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与成功的 意志与行动 中药牛带 这座新建筑 将成为实现我们独立运动 暂时梦想的灵界 这座新建筑 将见证自力更生的印度立运 这座新建筑 将目睹一个法达印度 愿望的实现 这座新建筑 也是现代与古代公存的理想代表 朋友们 只有走向新的道路 才能建立新的模式 今天 新印度 正在设定新的目标 开辟新的道路 印度有一种新的日期 和新的积极性 有新的旅程 和新的思想 有新的方向 和新的愿景 有新的决心 也有新的信心 今天 全世界 再次怀着 尊重和希望的心情 看着印度 看着印度 看着印度的决心 看着印度人民的力量 看着印度民主的精神 看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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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进步 这个新的印度国会大厦 不仅将召唤印度的发展 不仅将召唤印度的发展 而且也将响应全球进步的复生 朋友们 在这一意识性的时刻 我们在这一组新建筑内 安装了神圣的 僧格尽式权杖 伟大的猪禄王朝时期 该尽式权杖 被人在这一组新建筑内 认为是责任、服务和建国道路的象征。 在拉加基和阿迪南姆圣人的指头下, 这个仅是权杖成为权力专业的象征。 今天上午,阿迪南姆的僧人特地从他女儿拿的帮来印度国会大厦祝福我们。 我再次向他们毕宫毕竟地举功。 这个神圣的僧格尔,金斯权杖, 在这些尊敬的圣人指导下,在印度国会大厦安装的。 最近,印度媒体分享了许多与它的历史有关的信息。 我不惜讲,但我相信,我们能够回复神圣的身格尽使权杖的荣耀和尊严。 是我们的荣幸和好运。 每当国会大厦开始议事的时候, 盖森格尔尽使权杖将继续鼓励我们所有印度人。 朋友们,印度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也是民主之母。 今天,印度也是全球民主主义的大基础。 民主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制度, 它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传统。 我们的《非陀经》教导我们 萨巴长老意识会和萨米提民众大会的民主理想。 摩赫波罗多等文献中提到了加纳资质小谷和共和国等体系的概念。 我们经历过的像匹西里国这样的共和国。 印度宗教和社会改革家巴斯瓦修建的宗教议会, 阿努巴佛曼德巴是我们的骄傲。 在塔米尔纳德邦发现的公元900年的名文, 仍然让每个人感到惊讶。 我们的民主是我们的灵感。 我们的宪法是我们的决心。 我们的国会是我们的灵感和决心的最佳代表。 我们的宪法是我们的宪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 谁停下来 他的盈气也停下来 但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人 他的命运就向前发展 他的命运将会达到新的高度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前进 好多年的奴隶制度之后 我们的印度再孙世 残众后开始了新的旅程 这段旅程经历了许多兴衰 克服了许多挑战 印度的旅程现在进入了 独立75周年到100周年的 25年的长盛时期 将来这25年的时期 是在保护遗产的同时 创造新发展维度的时期 这25年的时期 给印度殖民心的方向 这25年的时期是 实现无限梦想和无限报复的时期 这25年时期的呼唤是 自由的诸国 要新的价值观 为了庆祝新的节日 我们需要新的精神 当一首新歌正在演唱时 我们需要一首新的旋律 为了庆祝新的节日 我们需要新的精神 我们的过会大厦将光明我们的未来 所以它也同样需要创造性和现代性 朋友们 印度曾经被视为 世界上最繁荣 最回煌的国家之一 印度的城市的宫殿 印度的寺庙道雕塑 展示了 印度建筑的专业性和独创性 印度和文明的城市规划 到孔雀王朝的支柱和佛塔 诸洛王朝建造的 宫尾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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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开始着迷其他国家的建筑 21世纪的新印度是精神饱满的印度 站在抛弃奴隶的心态 今天印度再次将古老的辉煌之流转向自己 这座新的国会大厦已经成为了这一努力的生动象征 今天每个印度人都充满了自豪地看着新的国会大厦 这座建筑既是一座雄伟建筑又是一座历史遗产 这座建筑有艺术也有技术 这座建筑里面既有文化也有宣法的声音 你们可以看到人民院的内部风格是采用 印度国鸟孔雀的造型设计的 联邦院的内部风格是采用印度国画研画造型设计的 我们的新国会大厦院子里 这座新建筑具有印度不同地区的多样性 在这座新建筑里我们使用了拉吉斯坦帮来的花岗岩和沙岩 你们看到的木质作品来自马哈拉什特拉邦 它的地毯是北方邦巴多西城镇的工匠手工编制的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会在这座建筑的每一刻纳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的印度 伟大的印度精神 朋友们 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 在旧的国会大厦里 工作是多么艰难的 我们都知道 旧国会大厦有技术 也有座位安排等有关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我们的国家一直争论 需要一个新的国会大厦 我们还考虑到 当座位 数量增加时 不久的将来 意愿人数会增加时 人们会坐在哪里 因此 实践的需要是 建造一座新的国会大厦 建造一座新的国会大厦 你们所看到的 即使在此时此刻 阳光也直接进入大厅 我们 已经采用了 充满的措施来 确保 最大的限度来 减少 电力消耗 新国会大厦到处都有 新的技术和设备 朋友们 今天上午 我会见了 建造国会大厦的一群工人 我们的国会大厦 为了大约六万名工人 提供了就业机会 他们为了建造 这座新的建筑 浮出了汗水 和辛勤的劳动 我很高兴看到 国会大厦 为了标掌这些工人的 辛勤劳动 专门设立了 一个数字花廊 这个数字花廊 也许是 世界上 第一个词类花廊 现在他们对 建设国会大厦的贡献 也变得永世长存 朋友们 如果 一名专家评估 印度过去的九年 他会发现 这九年是 印度坚果的九年 和印度穷人 福利的九年 今天 我们为了建设 新的国会大厦 感到自豪 但是 在过去的九年里 我也为了穷人建造的 四千万套房子 感到十分满意 当我们 抬头 看着 这座宏伟的建筑时 我也是对 过去的九年里 建造的 一点一亿厕所 感到十分满意 这不但保护了 印度妇女的 尊严 而且 也让他们 高昂着头 当我们在 讨论 新国会大厦的 设备时候 今天 我感到非常满意 在过去的九年里 我已经修建了 四十万多公里的公路 来连接 我们的村庄 当我们 看这座环保建筑 并感到十分高兴时 我很满意 我们已经建造了 五万多个 长省水库 来节省 每一滴水 当我们 庆祝 人民院 和联邦院的 新国会大厦 我很满意 我们还建造了 三万多个 新的 村委会大楼 换句话说 从建造 村委会大楼到 国会大厦 我们的风险 精神不变 我们的 灵感不变 国家的发展 就是人民的发展 朋友们 你们 可能还记得 八月十九日 当我在 红堡的城墙上 向全国发表讲话时 我说过 这个时刻 就是正确的时刻 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 都会有一个 国家意识被 重新唤醒的时刻 回顾独立前的 二十五年 也就是 一九四七年 之前的时间 也发生了 类似的时刻 神雄干地的 不合作运动 给 整个国家 注入了 信心 神雄干地 把 每一个印度人 与 自治的 决心 连接在一起 那个时代是 每一个印度人 都有 全信 全意的 致力于 独立失业的时代 我们在 1947年的 印度独立中 见证捐证了 这一个结果 这印度独立 75周年 到100周年的 长省时期 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 里程碑 从今天 25年后 印度将 庆祝 独立 100周年 我们还有 25年的 长省时期 开始新事业的 最佳时期 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这25年的 共同努力 把印度成为一个 发达国家 我们的目标是 雄心勃勃的 这条道路 是充满挑战的 但 它需要 每一个公民 全信全义的 承诺 采取 新的措施 新的决意 永保新的动力 历史章里 印度人的信仰 不仅先以印度 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 点燃了 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 新意识 通过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 通过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 印度不仅 获得了自由 而且 而且还启发了好几个国家 走上自由之路 印度的信仰 支持了 其他国家的信仰 其他国家的信仰 因此 当一个像印度这样 多元化 人口多 和众多条件的国家 满怀信心的向前迈进 因此 它还可以启发 世界上许多国家 印度的每一次成功 都将成为 固舞人性的原因 成为未来世界 不同地区 和不同国家成功的象征 如果印度今天迅速脱贫 也会启发许多国家 克服贫困 法达印度的决议 将成为 其他许多国家人的 力量源泉 因此 印度的责任 就变得更加重大 朋友们 成功的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是 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 对自己成功有信心 这座新的国会大厦 将把我们的信心提升到新的高度 它将会鼓舞我们所有印度人 建立一个发达的印度 这座国会大厦 将唤醒 每一个印度人的自认感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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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鼓舞下 印度国会 一人将努力为国家民主 知名性的方向 我们必须以国家敌意的精神向前迈进 我们必须由先考虑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知识高于一切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知识高于一切 我们必须开辟自己的道路 我们必须约束自己 反胜自己 实行自我克制 我们必须使人民的复理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信条 当我们在这个新的国会大厦 城市地旅行我们的自认时候 我国家的公民也会找到新的灵感 朋友们 这座新的国会大厦 将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主义国家 提供新的活力和力量 我们的工作人员 用了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含水 使这个国会大厦变得福利弹簧 现在我们所有议员都有责任 用我们的奉献精神 使他更加神圣 作为一个国家 十四亿 印度人的决心是 这座新国会大厦的生命力 在这儿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将会塑造并装饰未来的几个世纪 在这儿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将会赋予折顺获得全力 在这儿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将为印度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 这里就穿过富裕穷人 建民 边缘化社区 部落社区 参集人 和美护弱势家庭权利的道路 这个新的国会大厦的每一款砖头 每一个墙都致力于穷人的福利 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 新的国会大厦制定了新的法律 将把印度转变为一个发达国家 在这个国会大厦制定的新法律 帮助印度脱贫 在这个国会大厦制定的法律 将为青年人提供新的机会赋予印度妇女 我相信我们新的国会大厦 为了建立新的印度奠定基础 一个繁荣自强和发达的印度 将会坚持证词、正义、真理、尊严和责任的原则 在新的国会大厦落成之际 我致以衷心地祝贺全国印度公民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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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